有人说年薪50万在深圳也买不起房 每个月四五万好像生活的也挺一般的 听到这种话其实我还挺生气的 因为如果你只盯着福田南山 当然是会焦虑了 那今天呢我就来到了深圳的西部 帮一个有200万政府年薪50万的粉丝宝宝看房 经济滑润润风云政府一起感受一下 来看这套130平的大四房 这个户型是开发商沉淀多年 研发十几轮的王牌户型 这个房子我一进来真的很惊喜 这边的动线做得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回游动线 来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最近王心灵是不是炸出了很多80后的老粉 你们老公有没有在家里跳那个爱你 这个空间很大 他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跳 不要给我暴露年龄好不好 他其实做了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怎么说你在这边做点心啊 就可以看到老公在阳台运动 然后客厅宝宝在这边玩 同时呢我们中国人还是要爆炒 对不对 来把这个门关上 完全就不会有油烟的困扰了 来看看这边这个空间 哇哦 它其实现在这里是两个房间啊 如果他们长大一点了 你可以把它恢复为两个房间 他们就各自有各自的私人空间了 接下来呢我们往主卧去看一看 主卧其实它是一个套间的设计 请你喝一杯 还有一套98屏的大三房 首付只要140万就可以拿下 不知道深圳发展一路向西 这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过啊 从以前的罗湖到福田南山 再到现在的保安 那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呢 应该就是西部的C位了 周围呢还有冰雪文化城 华润沙景 京豪小镇11号线 桥头站30分钟就可以直达南山了 我还是很开好这里的发展的 所以呢已经把这里推荐给他了 你们呢 大家可以帮助一下 没有这个地方